要问清代哪个省最有钱,因为没有GDP统计,所以没有办法按照现在常规的角度进行分析,可资利用的数据只有各省的付税情况,能够交更多税的,而且还没有造反,这个省可能会比较有钱,而且这个有钱只能算是政府很有钱,因为这是财政收入,老百姓真有钱,那估计永远没办法考证清楚了。 按照我天朝一贯的逻辑,可以适当地引申为家国一体,官府有钱代表老百姓也有钱。 我们下面就按照这个方法进行分析,清代的付税以贪钉入母和鸦片战争为戒,可以分为前期、中期和后期。 前期以田赋为主,包括丁税、盐税和官税为辅,中期地丁合一,以地丁乾粮为主,盐税、官税为辅,后期盐税、官税和商税比重越来越大,乃至超过田赋。 因为前期江苏和安徽仍合为一省,和现在的情况省份划分不同,而后期战乱不断,鸦片战争,太平天国之乱,八国联军和甲午战争,各个省受破坏程度不一,比较难有公允的判断。 因此,我们以中期的数据为主。 中期的情况,以乾隆29年版的大清会典为依据,计算各省的赴税情况。 只计算几个大项,首先是地丁乾粮,雍正贪丁入牧以后,不再增收丁饮,统一贪入田赋。 故何成地丁乾粮,有分成两部分征收,一部分征收银粮,一部分征收粮食。 其中,银粮的78%起运到京师,22%留存本省,各省情况不一,粮食的75%起曹运到京师的省份有, 山东、河南、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南和湖北八省,各省比例不一, 剩余25%留存本省,其他省份粮食全部留存本省。 除了明田之外,还有屯田,如明代之位所致一样,也要缴纳地丁乾粮。 此外,还有学田,需要征收租赢,吐司需要征收贡赋。 金额比第一,忽略不计,各省地丁乾粮总额如下, 排名前五的为江苏、浙江、山东、河南和山西、盛京、贵州和云南包揽后三名, 其次就是盐税,清代通过发放盐饮的方式收取盐税。 全国设九大盐行,最大的是设于江苏沿海的两华盐行, 供给苏中苏北、安徽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河南、贵州等地, 其次是设于浙江、苏南沿海的两华盐行, 供给苏南、浙江、江西。 再次是设于河北、山东沿海的长卢沿行, 供给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苏北。 设于广东沿海的广东沿行, 供应两广、江西、福建和贵州。 设于山西谢池和陕北的河东沿行, 供应河南、山西、陕西和甘肃。 设于福建沿海的福建沿行,供应福建。 设于四川沿井的四川沿行, 供应四川、湖北、云南和贵州。 设于云南沿井的云南沿行,供应云南。 设于辽宁沿海的盛京沿行, 供应东三省。 各沿行税收情况如下, 排名前三的沿税大省为江苏、直立和山东。 盛京、贵州和四川为后三名, 其三就是关税, 兴带在内地交通要地设关卡, 收取过境关税。 同时,在沿海港口设关卡, 收取入境关税。 全国共计40个关卡, 收税最多的是广东海关, 其子是苏州叙述关, 第三位江西九江关, 第四名为江苏淮安关, 最为出名的京师崇文门, 只排名第13,地丁前两, 盐税和关税这三大项税收, 合计占了整个赋税的98%, 其他杂负, 比如矿税、 茶税等占比较低, 忽略不计。 这三大税收, 地丁前两是向老百姓直接征收的, 和省份一一对应, 算入本省的赋税, 其中, 盐税和关税并不是直接征资老百姓, 而是征资商人, 商人最终将税付转嫁给老百姓, 但是, 商人虽在固定地点缴税, 最终销售地点却大概率在别处, 最终的税付承担者并不在本地, 那是不是应该算入本省赋税?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, 这些盐行就像是一个个巨型国企, 全国一共有八大国企, 在江苏的叫两怀岩型股份有限公司, 两怀岩行的商品虽然行销大半个中国, 且经销商都是外地企业, 但是总部在江苏, 生产基地在江苏, 相关税收也都交在了江苏, 所以, 计算江苏的财政收入, 理论上可以把两怀岩行的数据记录, 至于说, 两怀岩行有没有胡乱定价, 销售伪劣商品, 余劣其他地方的百姓, 这个跟江苏的财政数字没关系, 从这种最宽泛的角度来分析, 生产基地在哪, 我们就把严税算在哪, 关卡设在哪里, 我们就把关税算在哪里, 两着严行, 按照严厂数量分给江浙两省, 由此我们得到了最终各省的总税收, 排名第一的就是江苏省, 一省之财力占全国总税收的19%, 可谓是遥遥领先, 这也就是清代江苏税富全国最高, 这种说法的来源, 排名第二的是浙江占到了十分之一, 苏晚这三省税收总额占比35%, 江南富甲天下确实不是吹出来的, 所有税收当中来自南方的就占64%, 可见当时的经济重心已经完全在南方了, 不过准确地说, 经济重心在长三角, 当时的湖北、湖南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都还很弱, 在唐代就号称阳一二的四川, 被张献中彻底摧毁了, 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这些省份, 虽然离江这有差距, 但是比广东、广西、湖北、湖南、 云贵川这些南方省份还是要强多了, 北方省份当中, 第三位是山东省, 第四名为山西省, 直立省只能排名第六, 在河南之后, 最值得注意的是山西, 今天的山西, 人口和经济在全国都属于倒数之列, 但在清代全国第四, 在北方仅次于山东, 今天的山东、山西, 体量和人口上都是三倍多的差距, 比河南、河北都要高, 今天的河北加北京天津是山西四倍的体量, 河北也是山西两倍多的体量,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陕西和甘肃, 陕西只占4%, 甘肃只占2%, 彻底衰落了, 不像唐代以前, 关中号称天下高于之地, 南方省份当中, 最值得注意的是江西, 江西是除了江浙两省之外, 南方赋税最高的省份, 农业时代的江西, 一方面, 是中原通往岭南的主要通道, 有地理之变, 另一方面, 明代之前, 战万较少, 人文鼎盛, 从宋代到明代, 都是科举前三的省份, 所以才有明出江西填湖广的资本, 虽然清出江西成为南明和清军拉锯的主战场, 损失惨重, 但仍然位居前列, 广东, 福建这些沿海省份, 都无法比的, 现在是彻底倒过来了, 此外, 广东已经逐渐赶上来了, 不单是关税延税, 地丁前两, 也稳步向第二集团买进, 富水总额快赶上了老牌的发达省份安徽, 可以看出, 经过明清两代的开发, 广东已经不是唐宋年间的蛮荒之地了, 当然, 广东真正的起飞, 还得等到鸦片战争以后, 福建在经过宋元的巅峰之后, 逐渐开始走下坡路, 先是元末, 以似巴西之乱, 让泉州一蹶不振, 接着是明末清军和南明在此拉锯, 巴敏生林涂炭, 然后是清初为攻占台湾千界近海, 沿海荼毒殆尽, 到了康熙十八年, 还能有如此高的付税, 只能说福建的家底很厚, 清代国家财政严格执行量入为出的基本国策, 通俗地说就是根据国家总的财政收入来指定各项支出, 除了对外用兵, 或是遇上大灾之年, 国库的收入和支出基本都是比较稳定的, 上面我们讲了各省财政收入来源, 我们以排名第一的江苏省一年的财政开支为例, 看看一省的财政支出都有哪些, 朝廷有定制, 各省固定的财政支出有十二款, 其一为祭祀之款, 祭祀是国家大事马虎不得, 各省的谭庙祭祀银两都在地丁银中动支, 祭祀虽然排在了各省开支的第一款, 但是总体来说用银却不多, 江苏是个比较特别的省份, 大部分开支都不是以省为单位的, 而是分江宁布证史司和苏州布证史司, 其中江宁布证史司的祭祀银为6,434两, 苏州布证史司祭祀银为5,854两, 总计12,288两, 其二为一县之款, 一县是指各省用于举行各种礼仪活动和勘客室、 献书等, 具体包括香吟酒礼, 就是宴请举人和贤者的筵席, 春年花边就是各地历春时举行的典礼, 勘客室献书的经费和岁贡方仪就是给贡生立方, 江苏省的香吟酒礼岁用银562两, 香吟酒礼用银271两, 春牛花边192两, 石献书公价113两, 水公方仪763两, 几项总计1901两, 其三为凤石之款, 凤石即官员凤路和公使, 在所有开支中, 凤石银算是比较大的开支, 但其数字也不那么巨大, 至少和现在一个省的公务员开支相比, 仅是九牛一毛, 江宁布证史司的凤石银为57319两, 苏州布证史司为60556两, 整个江苏省的文官凤路加起来也就117875两, 其四为科厂支款, 科厂费用及文武各级科举考试截至相识的费用, 包括考官陆费银, 科厂供应银, 新举人花红盐盐银, 会试盘费银就是发给举人赶考的陆费, 进市方价银就是造进市方等等, 清代有种科举, 朝廷在这方面也比较舍得花钱, 江苏又是科举第一大省, 花费自然不菲,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, 江苏和安徽在科举考试中并没有分省, 仍称江南省每年的科厂费用总计18640余两, 其五为享钱支款, 享钱及绿营官兵的奉享, 这才是所有开支中的大头, 兵国之大者, 按规定各省都府在上一年冬季, 就要将来年的军需预估造册上报, 江苏省的绿营规模较大, 大致有4万多官兵, 每年的享钱额定为, 江宁部证史丝银80346辆, 苏州部证史丝429802辆, 总计为510148辆, 其六为驿站支款, 各省驿站开销包括公料银, 牛马银, 领梁, 船驾, 雇驾, 修车船轿银, 雇船雇夫驾和杂支银等, 江苏省内义站十分发达, 比一般省份用银较多, 虽用总额为115148辆, 其其为领善支款, 领善是指发给生员的各种补贴以及生活费用, 此项支出主要是由各省学政核算, 江苏全省的领善款总计为17904辆, 其八为赏续支款, 各省府, 周县, 有孝子, 真女, 杰烈之父及男女受登百岁者, 都府都要请经表, 每名给建造方银三十两, 此外, 各省还要救济孤贫, 因为此项支出是不固定的, 故无法准确计算, 从历年的统计中, 江苏省每年的花费大致在一万两千两左右, 其酒为修善支款, 修善支款主要用于修善衙门、文庙、 官学等建筑, 不过各省需修善的建筑数量都不多, 故而用银也很少,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, 江苏省岁用银仅为一千余两, 其实为采办支款, 采办就是采购的意思, 更通俗地说是为皇室和内务府采办各种物品, 这些物品原是各省最出名的土特产, 因种类不同价格也不等, 江苏省被列在采办名单中的指定贡品有费金, 铜油、邓草、黄熟铜、乌煤、银珠和各色棉布等, 这些采办物品每年的定额是六万四千四百零八两, 其十一位制造支款, 清代在地方设有三大制造, 即江宁、苏州和杭州三制造, 专门为皇室置办医料等下, 三制造江苏省占了两个, 其中江宁制造岁用银额定四万三千三把三十三两, 苏州制造用银六万四千五百两, 总计十万七千八百三十三两, 其十二位工联支款, 工职办公和地方书院的经费连值养联银, 清代将官员的奉录分为正奉和养联二项, 发放的时间也是不同的, 江苏省文化发达, 书院也多, 所花的费用较多, 为三万五千四百二十五两, 文武官员的养联银相比奉录要高出许多倍, 全省文官养联银为二十三万五千四百五十两, 旅营养联银为八万九千六万四十八两, 八戚住房养联银为两千九百五十两, 总计为三十二万八千零四十八两, 综上所述, 江苏全省每年的财政开支为一百三十万七千一百九十三两, 而乾隆二十九年的数据显示, 江苏省的付水总额是九百二十三万四千一百四十一两, 支出仅占收入的六分之一, 剩余部分除了极少数留在地方外, 大部分上缴国库, 以此来看, 江苏省是大清朝经济最强省, 创收最多省, 男方eres十五万八千五,